本期節目由FUNBOX贊助播出 嗨大家好我是曼蛇 萬眾期待的瓶蓋人來啦 就是 那我們這次拿到的只有這一盒 所以我們這次就以測試為主 那麼瘋神在目前的動畫第18話 讓大家看到了超強的實力 只用一發瓶蓋就可以對決水龍的三發瓶蓋 而且大招也是好幾招喔 比賽真的越比越熱血 最後跟超強的水龍還打成平手 隨著招數不斷的開發 我想其他的擴充零件 應該也快問世了才對 好那我們把話題回到這盒的特條龍 這盒是特製貼紙的銅滾特別版 可以看到這個整體超閃亮的 而且一次還可以買到兩台 真的是很不錯的銅滾包 沒有入康的可以兩個願望一次滿足 那裡面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就趕緊來開箱看看吧 GO 首先看到的是這一張閃亮亮的特製貼紙 哇塞真的是有夠亮的耶 而且兩隻的貼紙都在同一張上面 所以看起來特別大張 這就是他裡面的所有東西 哇一次組兩隻真的是好豐富啊 這兩包是雷神牛奶的 我們先把它放一邊 我們首先先來看這隻咖啡封枕 喔看到這個最期待的零件 這個是上面有鐵的瓶蓋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裡面只有附一個而已 還有這個是可以放在他後腿的金屬零件 然後確定本體跟雷神一樣 有做這個瓶蓋防卡的裝置 好我們現在把這些零件通通拿出來 哇這邊映入眼簾的我想就是這一根超級長的板機了 然後他的這個透明黑零件呢 裡面有穿很多的亮粉 然後這個瓶蓋部分的話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圈鐵 然後下面這個三點是他組裝的地方 那我們趕緊來把這個咖啡封枕把它組裝起來 好了那我們這樣子本體就完成啦 裝上去之後更能感覺到這個板機的長度 真的是有夠誇張的耶 然後下面組裝的這個部分也有做了一點小改變 這個往後搬的時候前面這個地方是可以動的 然後這邊把它鎖起來 這樣就沒辦法動囉 然後夾彈的地方也有做了個勾勾 這個應該是為了等一下要合體所使用的 然後這個板機的彈簧非常的扎實 回彈力也很強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趕緊來繼續組裝武裝的部分 好的我們的咖啡封枕完成 哇這拿起來真的是沉澱澱的 然後這個貼紙呢真的是還蠻多的喔 整體這樣子慢慢的貼完可能要花20分鐘以上 不過貼完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不錯啊 這個大龍頭看起來真的是超帥的 然後剛剛看組裝 就可以看到鐵的部分會裝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呢來試著發射看看 來我們裝上它最新的這個有鐵的瓶蓋 放進去 好我們來試射 3 2 1 來3 2 1 發射 哇 這個板機全部推完的感覺啊 真的是非常有感 然後發射的手感也是非常的不錯 我們接下來趕緊來把雷神組裝起來 好那我們的雷神跟彈夾也全部都組裝完畢啦 那這兩隻都裝好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按照說明書這一塊 來直接幫他們合體變成龍神特條龍 случае 我們要害其實也是不斷的 你覺得是不是很好 我們算是今天的建築 放ーん 風伴 這雷神 真的 人 還是 好的這樣子我們的龍神特條龍就組裝完成啦 哇好帥喔 組裝起來變得超大一隻的 而且他的變身過程其實不困難 設計的真的是很不錯 好我們裝好之後呢 先把他放上展示台給大家看一下 之後呢我們就直接到戰鬥場來做測試 好那我們到戰鬥場之後呢 我們準備來先測試他的威力如何 等一下我們先用他原本的配置 就是前面一個金屬瓶蓋 然後後面一個速度瓶蓋 來打看看這個空的罐子呢 能夠把它打多遠 哇這隻真的太大隻了 沒有辦法放在原本的這個發射線上 我們是把這個當作發射線好了 來瓶蓋準備 來瓶蓋準備 GO 哇塞這個發射威力也太猛了吧 我們現在來試試兩顆速度瓶蓋看看 來瓶蓋準備 瓶蓋的戰鬥 GO 這個威力真的有差耶 這個金屬的瓶蓋啊 他的攻擊力真的大非常多喔 不過他就算是裝上了兩個速度瓶蓋 他打起來的威力也是非常的不錯啊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換上標吧 來打看看他的準度 好的接下來我們來測試暴擊寶靈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全部裝滿能夠裝幾發 一樣我們第一發放上金屬瓶蓋 1 2 放入兩個的時候 這裡就已經裝滿兩發 3 4 5 6 7 8 9 9 這樣子裝9發就裝不下囉 所以這個龍神呢 一共可以放9發 9發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他的威力 瓶蓋準備 瓶蓋戰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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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不然裡面只有9發的話呢 真的是還蠻不夠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做下一個測試 好 那我們最後呢 來用龍神 來測試看看能不能投籃 看一次發兩發 到底這樣勝率有沒有比較高一些 來 瓶蓋的鬥 GO 哇哇哇 這個威力太大了 欸 好難控制啊 輕一點 哇哇哇 我覺得這個來玩投籃真的是非常難 還是用一發一發發射呢 會比較好來做調整喔 好 那我們最後來做個總結 好的 那麼最後來做個總結 調合龍真的很有趣 合體的過程不會很困難 威力也不讓人失望 射擊的手感也不錯 唯獨玩過之後啊 會想要官方再開發更大的彈匣 不然發射四五次 就要開始重新填裝了 這樣感覺就不是很爽快啦 那這次的風神還有雷神 可以感覺到官方對於 之前玉三家缺點的修正 也能體會到對於這個IP的重視 目前還沒有關於比賽的消息 我想疫情還是有一定的影響 不過呢 已經有一些玩家 開始在舉辦友誼賽 應該過不久就會遍地開花了吧 真的非常希望這個有趣的平安人 能夠繼續發光發熱 也希望能夠再出更多的配件 讓玩家來進行改造 最後再跟大家說個好消息 瓶蓋人有中文動畫了喔 每週五晚上六點半 會在Youtube的放電頻道播出 我會把連結放在說明欄 目前已經播到第九話囉 喜愛瓶蓋人的大小朋友 可以一起來追飯啦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請幫我點個訂閱 給個喜歡 然後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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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也是 廓言 我看見 鏡子 最後的一段時間 都在追加 有 小廈 仔諒 感谢观看